美國常常是圍堵大陸 譬如說高科技 那大陸還有包括的是產業鏈 這些國家是西方國家 想要怎麼樣呢 跟大陸來脫鉤 結果把生產鏈 有一些都轉到了越南 但現在踢到鐵板了 我們來看到是越南勞工 因為懼怕疫情 結果逃離城市 殃及了許多美國的企業 跟大家互動 您認為美國這些西方國家 為了找印度 越南 取代大陸 但是現在他們 因為供應鏈都出現了問題 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來聊天室 寫上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跟按讚 我們來看到在疫情 想要共存的這個理念之下 越南 所以來看到越南的經濟中心 胡志明市 在10月1號的時候 終於是解除了 持續近三個月的嚴厲封鎖的措施 越南政府當然希望 能夠怎麼樣呢 以此挽救經濟 解封了嘛 穩定了國際的供應鏈 但沒想到 解封之後的越南 逐漸熱鬧了起來 在越南的南方國道上 通勤好繁忙 而且來看到有的道路上 擠滿了一眼望不到鏡頭的 摩托車海 摩托車海 為什麼呢 他們並不是要去復工的路上 而是逃離胡志明市 讓越南政府始料未及的事 就是在胡志明市 還有周邊地區解封之後 工廠並沒有迅速的復工或復產 相反的是來看到 因為懼怕疫情嘛 所以困在城內多月的勞工呢 竟然是抓緊機會 逃離城市返回家鄉 形成了特殊的摩托車 返鄉大軍 我們來看到是越共中央的總書記 阮富仲呢 他有特別提出來說 他7號在河內發表 他說呢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越南啊 今年的經濟增速的預測 只有3% 遠低於之前預定的6%的目標 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許多的困難 還有巨大的挑戰 越南雖然是國土面積不大 但是呢 在全球的消費品的經濟當中 他已經扮演了 舉足輕重的角色 其實就是因為 受到大陸的一個幫忙 中國大陸呢 有些吃不下的單 都轉到了越南這個地方 所以越南的發展 是真的是謝謝 中國大陸的幫忙 尤其呢 我們來看到以美國為例呢 越南已經成為了 是美國的第二大的 這個服裝啊 還有鞋類的來源了 而且是僅次於中國大陸 譬如說呢 以Nike為例啊 在美國銷售的 這個包括鞋類哦 有51% 是在越南製造的 所以非常的大 那Nike最近呢 卻是下調了 他們的銷售預測 主要原因就是 越南的供應商不給利嘛 譬如說呢 美國證券公司 BTIG的分析師呢 李昂 他特別說啊 說啊這個越南工廠 依然充滿著不確定性 他估計呢 僅啊 光是這個Nike呢 就已經減少了 1.8億雙的這個鞋子的工藝 由於這個疫情的導致 供應鏈中斷 讓美國製造業巨頭真的很著急 在8月中旬的時候 譬如說啦 有Nike啦 還有呢 在內的超過80家的 美國服裝 還有鞋類的公司 還有呢 美國服裝啊 這個相關的民意的這協會 他們通通都很緊張 趕快呢 寫信給拜登總統 由順利美國 你趕快啊 給越南疫苗捐贈吧 現在呢 越南完成疫苗接種人口的比例 只有16% 蠻低的 是東南亞國家排名倒數的 只有勝過緬甸 但是呢 他疫苗接種的區域 是有優先順序的 在胡志明市 已經有98%的人口 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但不是哦 這個所謂的運動服啊 或者是服裝類啊 有受到牽連 連那個高科技一點的 譬如說是蘋果手機 也受到越南生產鏈的中斷所苦 9月底的時候呢 蘋果公司表示 就是因為越南生產的問題 部分這個所謂的 iPhone 13的發貨呢 都被推遲了 這一次的供貨中斷 主要有四款 跟iPhone 13 這個機型的相機 模板塊呢 是有相關的 受限的原因 就是大多數的零件 都是在越南組裝的 美國總統拜登 可以說是蠟燭兩頭燒 面對呢 美國經濟放緩 還有呢 國際貨幣基金 它是下調美國的經濟成長 預測達到了一個百分點 原本預估呢 認為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有7% 降到了6% 是非常多的降幅 美國的勞工部公佈了 來看到是 9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還比8月份上漲了0.4% 你有通膨的壓力 比一年前上升了5.4% 這也是從6月7月2個月以後呢 美國通膨率再度攀上了 2008年以來 也就是13年以來的最高點 所以呢 美股早盤 由紅翻黑一度還下跌 超過了200點 供應鏈大亂 加上加速通膨升溫 美國總統拜登要求 貨物的吞吐繁忙的 比如說洛杉磯港 你必須24小時 進行運轉 設法能夠減輕西岸塞港 導致缺貨 還有消費者物價上漲的問題 美國吃的用的所有商品 因為供應鏈出現問題 都沒有辦法順利補貨 連大型賣場 因為自家品牌的衛生紙 和瓶裝水到不了貨 乾脆限制民眾購買的數量 全美最忙的洛杉磯港 還有70多艘船卡在海上 要10多天才能入港 原本受疫情影響 全球的運輸就延宕 現在加上美國港口勞工 和貨車司機嚴重不足 更是雪上加霜 疫情前 中國大陸航運到洛杉磯 一個貨櫃大概是3000美金 現在漲到快2萬 漲幅接近7倍還供不應求 而這些成本 都已經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供應鏈的問題 短期之間難以解決 包括衣服 玩具等 都會出現短缺 今年的感恩節 聖誕節 美國民眾可能真的要用搶的 才可以買得到聖誕禮物 記者林茲惠 紐約綜合報導 拜登沒有底氣 需要大陸幫忙 尤其是要怎麼解決通膨的問題 美國企業更是不斷給拜登壓力 希望快點解決 跟大陸關稅的問題 像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近日就要重新豁免 549項大陸進口商品的關稅 並且就此諮詢大家的意見 但是畫家日報說 這只是川普的時期 有資格 關稅豁免達到多少 2200多項的產品當中的 一小部分就549類 那很多的豁免到期的商品 並沒有包含在這個 549項的商品當中 所以有一些行業組織 希望拜登政府 能夠擴大豁免的計畫 美國服裝業的業者 他們有一些負責人 他們就說 很多商品沒有在豁免的範圍內 真的令人失望 尤其來看到是美國全球 全國的製造商協會 副主席叫做莫娜漢 她還特別強調說 說這個製造商們 希望看到更多 申請關稅減免的機會 而不是 只是一些到期 或者是延期的豁免而已 美國企業進一步的抱怨說 有一部分 對於中國大陸的商品 加徵關稅 實際上就是損害了 自己美國公司的利益 所以沒有傷到中國大陸那麼多 反而傷到自己了 例如美國公司 在供應鏈當中 譬如說他採取了某些 所謂中國大陸產品 所以他因此被加徵了關稅 但是如果是中國大陸企業 他使用相同的產品的話 他所製造出來的產品 卻免於關稅 所以這使得美國企業 其實在價格上 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競爭 那你去怪你們的拜登 去怪你們的川普 所以來看到不只是美國 另外來看到是 加拿大的駐華大使 鮑達米 他也特別說 敦促加拿大企業 要怎麼樣挖掘 中國大陸的商業潛力 他特別強調說 中國大陸經濟的增長 還有增長的性質 對於加拿大的經濟繁榮 有重要的意義 無論是人們的觀點如何 中國大陸確實不容忽視 在貿易方面 加拿大公司 應該忠於我們價值觀的同時 對加拿大的經濟利益給予支持 只是最近來看到就是 加拿大政府在美中的競爭當中 一直都被說 那你都是跟著美國的後面 當打手的角色 大陸跟加拿大關係急轉直下 特別就是 2018年 你拘禁華為首席財務長 孟晚舟之後 中加關係降到了冰點 但是包打明特別強調了一個 大家可能都忽略的事實 也就是儘管中加之間 政治關係陷入了歷史低點 但是經濟的聯繫 其實還蠻強 還更強了 大陸目前還是 加拿大的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2020年的時候 加拿大對大陸的出口額 增長了8% 達到了250億的家園 大概是200億的美金 那今年上半年增長的速度更快了 加拿大在今年第二季的 對華貿易逆差 接近60億的家園 大概就是48億的美金 那大陸駐加拿大大使 從培武他就特別說了 這確實表明 中加的貿易合作 越來越密切又深入 供應鏈的噩夢 對於全球 受半導體等相關的零組件短缺 還有港口堵塞 勞動力短缺 物價上漲這些問題的衝擊 但是跟其他國家相比 大陸受到的影響 並不算太大 我們來看到 是紐約時報12號有說 有數百艘的船隻停靠在中國港口 德國電視一台呢 他也特別說 由於晶片短缺 還有電力的問題 中國大陸呢 汽車銷量相較於一年前 下降了20% 他們的外媒都這樣唱衰中國大陸 但是事實是這樣子嗎 來看到是 大陸WTO研究會的副會長霍建國 他有特別說 跟其他國家相比 大陸受到的影響 並不算太大 他特別點出來說 在全球的範圍之內呢 中國大陸率先控制的疫情嘛 比較早進入了 復工復產的階段 後來大陸啊 對於全球短缺的物品的應急 也是提供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大陸經濟的循環 有自己擁有產業鏈 也有供應鏈 基本上是穩定 它又不是都是進口的 它自己就能夠自給自足啦 而且只是在某些特別依賴進口的原材料 或者是其他商品上呢 大陸會受到全球供應鏈混亂的一些影響 另外來看到其他國家的供應緊張 或者是價格上漲 可能都會導致大陸生產鏈呢 需要調整供貨體系來進行應對 但是跟其他國家相比沒有影響那麼大 而且來看到的是國際貨幣基金 INF其實有對於中國大陸呢 在經濟增長的預測 達到8% 非常的高 相較於7月的時候 它的估算是有下調 下調多少 就下調0.1% 跟美國是1% 差很多 法新社有特別說 有分析認為呢 大陸正面臨房地產市場的疲軟 還有碳價格是上漲的問題 供應鏈短缺的問題 但是8%的經濟成長 還是呢 大陸自2011年以來最強勁的增長率了 尤其來看到呢 相較於大陸 歐美國家受到的衝擊 真的大非常多 有凸顯呢 相較於大陸自己啊 生產出來的這些東西 它可以自己製造嘛 美國啊 歐洲這些國家的供應鏈啊 有多脆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公布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對一些呢發達經濟體呢 其實今年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呢 都進行了下調 主要原因就是呢 因為他們陷入了供應鏈的 紛亂的泥鬧當中 而且呢 美國的經濟增速 剛剛有說 從7月份估計的7 下調了一個百分點啊 是G7當中呢 下調幅度最大的 讓拜登總統 顏面無光啊 拜登真的很著急 在當地時間呢 13號 會見了一些高級官員啊 跟企業的高管 跟他們共商怎麼樣 緩解供應鏈瓶頸的問題 CNN13號的時候呢 有描述 現在的全球供應鏈的惡夢 是呢 電腦的晶片 就晶片短缺 史詩級的港口擁塞 還有呢 卡車司機嚴重的缺乏 脆弱的供應鏈 正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英國的《泰晤士報》也說 為了控制疫情 而實施的邊境管制措施 還有勞動力短缺 以及呢 進口激增呢 形成了一個什麼 完美風暴 那穆迪分析呢 有特別說最新的報告 由於啊 交貨不及 而且來看到 全球生產的都受阻 成本呢 和價格因此上升 全球的經濟增長 因此變得不那麼強勁 歐美國家的港口集裝箱啊 堆積如山的場景 成為最近呢 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的要點 《泰晤士報》呢 裝滿玩具的電子產品的貨船呢 12號還被調往了其他地方 《泰晤士報》有說呢 類似的狀況在全球各地都發生了 那美國是最嚴重了 出現了集裝箱的災難 上個月呢 一度有60艘的集裝箱 在西海岸啊 洛杉磯的長灘 等待了這個所謂的空的卸貨 一個空位卸貨等了非常久 而且呢 美國的東岸呢 港口狀況也不樂觀 一切啊都不正常了 供應鏈大混亂下的美國港口 我們來看到 《紐約時報》呢 12號還為此呢 進行了專文 說呢 美國第三大的集裝箱的港口 叫喬治亞州的塞凡納港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了 近8萬個集裝箱堆疊在一起 比平常多了50% 其中呢 大約有700個集裝箱 已經停留在這邊多少呢 已經一個月啦 報導還說 這些集裝箱要等待船隻 把他們運送到最終的目的地 或者等待卡車司機 把他們運到倉庫 喬治亞州的這個港務局的 負責人叫林奇呢 他有特別說 抱怨說壓力從來都沒那麼大 消費者也能夠切身感受到 供應鏈真的出現問題了 根據德國的商報12號有說 歐洲許多國家超市啊 日用品啊 商店啊 還有建材啊 這些的東西通常都是貨價空空蕩蕩的 各種商品的價格還因此上漲了 譬如說2019年 購買輪胎的均價是62歐元 現在已經飆升到了102歐元啦 在美國呢 可以在雜貨店或零售商店 一下子找到你的東西的時候呢 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找不到了 路透社引述白宮官員的話說 說啊 貨價空空如也呢 可能是常態了 美國消費者 你必須要有一些靈活度跟耐心 當被問到聖誕節購物的時候呢 這個官員還說 有些東西 你可能還是買不到 供應鏈的問題啊 對美國食品啊 還有這個農品啊 也是造成很大的威脅 譬如說很多農民會發現說 你要收割嘛 但是呢 你的機器故障了怎麼辦 也沒有人可以幫你相關的 因為機械沒有了 你可能也有些 故障而沒有辦法使用 美國呢跟大陸啊 相繼不是有公佈9月份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嗎 也就是CPI 大陸方面呢 其實有比上個月有下滑 但是呢 美國則是維持了 聯儲標準的2%的兩倍以上 而且呢 財政部長葉倫有堅持說 通膨只是暫時性的說法 現在呢 也與聯準會的官員不同 美國總統拜登呢 為了解決美國供應鏈的危機 讓消費者在購物旺季 有貨物可買 現在已經下令 洛杉磯港口必須24小時要營運 去營運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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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 美國洛杉磯 就點出 而且運輸部長7月10 也有警告 美國財長葉倫表示 許多物品價格飆高 是因為疫情導致全球供應大斷鏈 但通膨現象只是暫時 這一點美國聯準會官員 不認同財長說法 因為物價飆漲的現象 真的很誇張 CNN主播更對美國新車平均售價 感到不可思議 你能相信這 這個價錢的新車價 超過45000 在四月初一回 45000 超過價錢 所以這是因為電腦機器 在車上 不只是晶片影響汽車 美國二手車車價同比去年上漲24.4% 油價則是上漲42.1% 連牛排都上漲超過22% 同膨飆漲 引發經濟學者擔憂1970年代 停滯性通膨 噩夢重演 甚至讓川普有機可乘 We will make America proud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川普透過發言人推特說 美國面臨供應鏈危機 商店貨價沒貨 汽油價格高漲 大家是不是開始想我了 事實上 美國通膨率再度上漲 已經是美國平均目標2%的兩倍 與大陸有著明顯差距 9月CPI同比上漲 0.7% 漲幅較上月回落0.1% 其中食品價格下降5.2% 大陸WTO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表示 與其他國家相比 大陸受到的影響並不算大 大陸因為率先控制疫情 較早進入復工 復產階段 也對全球短缺物品的應急供應 發揮了積極作用 至於工業品價格 則是受煤炭 以及部分高耗能 行業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 漲幅繼續擴大 記者綜合報導 好了看到美國常拉著盟友來對抗大陸 但是其實很多國家並沒有想要對抗大陸 比如說歐洲的部分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卸任前 特別跟習近平主席會晤了進行通話 而且進行坦率的交流 另外習主席還特別稱呼 他是一個好朋友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進行相關的深入討論 而且還講說儘管雙方有些分歧或差異 但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還有包括了這個德國這邊 其實都還算是蠻友好的 尤其德國也說 希望能夠辦好所謂的德國跟中國大陸建交 50週年的活動 十幾五十也說 其實他不會忘記老朋友 因為中國大陸重情重義的 美國常拉著歐洲盟友針對新冠病毒 來進行溯源的施壓 對大陸施壓 來看到是世界衛生組織 在13號宣布任命26位的科學家 組成新型病原體的科學諮詢小組 秘書長譚德塞說 這可能是確定COVID-19起源的最後機會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說 中國大陸會繼續支持 還有參與全球科學溯源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與此同時 有關各方應該第一階段溯源聯合研究為基礎 堅持全球視角為病毒溯源做出貢獻 您支持其實中國大陸溯源以外 是不是要到其他世界的國家進行溯源嗎 請大家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您支持除了中國大陸溯源之外 是否要到其他國家也要進行溯源呢